大家好,欢迎来到游风负责品牌服势和新加坡聚英国际馆所为你们独家冠名播出的自卫术课程班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角黄思亮教练 第一个握笔的方法 好,我们握了之后呢 手同样的举起来像我们的防伸素的架势这样子 下巴向下,手举起,眼睛注射住对方的胸口中心点 好,两膝放松 好,就是这样子 同样的,一定要不断的提醒对方退后,退后,退后 好的,叫退后,停止,叫退后,退后,走开 有几个方法,有的人说不要靠近,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对的警告 比方说现在我如果跟你们说不要想苹果,你们的头脑会想到什么 如果说不要想苹果,你们的头脑会想到什么 就会想到苹果,对不对 如果万一有说不要靠近,你们想到什么 就是要靠近嘛 好,我们就不用用不要的的加上两个字 我们要说走开,退后,走开,退后 这样的说法 所以你在警告对方的时候一定要用非常直接 而且叫对方直接做那个动作 而不是不要靠近,不要伤害我,不要强奸我 这样,所以是叫他走开,退后,放手 这样子的警告才是比较正确的警告方法